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個財經的新聞 由於數字比較多 所以就用圖表去顯示多一些 這個港交所388 就是李小嘉作為主席 然後就向倫敦證券交易所提出 380億英鎊的天價收購 這個天價收購出來之後 舉世嘩然 有一些震驚 有一些批評 也更多的就是嘲笑 無論如何 我們嘗試從面和底兩個層面 去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究竟是怎麼樣的 而再引申起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及前景是怎麼樣的 話說 現在港交所的市值其實大幅回落很多 由去年的三百多塊 跌到今天二百三十多塊 目前的市值大概是3.8萬億美元 那麼 它是比起紐約交易所 二十萬億 以及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 接近十萬億 當然是低很多的 也比起日本交易所低一點 如果以去年最高價 就跟日本交易所接近的 目前它還是比上交所低一點的 但是 上交所 待會我會再講中國的證券金融市場 以及香港的分別在哪裡 但是它就比起泛歐交易所 以及倫敦證券交易所 還要是高一點的 尤其是目前現在英鎊就低了 英國就面對著硬脫口的風險 經濟前景是不明朗的 這些都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 所以它便宜 現在英鎊回了這麼多 如果你用英鎊去收購的話 其實是有一些折讓成分在裡面 但是呢 香港交易所如果 從正面的角度 成功收購了倫敦交易所 當然有很多好處的 因為目前 香港的上市公司有百分之六十多 都是H股、A股 或者其他的民企 總之都是中資企業 如果一旦收購了倫敦交易所 起碼做到兩個功效 第一就是有一張倫敦的一些企業 甚至乎將整個倫敦交易所 用介紹形式在香港上市 那麼香港的市場就多了很多東西買 豐富很多 同時間也可以將香港的一些企業 介紹回英國上市 互相去買 也可以吸納到歐洲的一些資金 這個是對雙方都是非常有利的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它兩個時區就差了七個小時或者八個小時 下令東零時間 那就是香港收市 倫敦就開市 倫敦收市 香港又開市 那就是等於將整個交易的時間 大幅延長 那麼這個當然呢 目前現在香港也有一些預托證券 在紐約或者倫敦上市 其實一樣做到 但是如果大幅 就是收購了之後 大幅就可以將 很多重要的企業 都用這個形式 互相介紹 上市 就會使得整個交易市場活躍得很厲害 其次就是從戰略的角度去看 目前中美物戰 其實這個是火銷連環船 如果一旦兩個交易所合併了 或者是互相持股了 一旦美國要制裁香港的金融業 它就 不能不考慮它的盟友英國 要是牽一髮而動全身 如果香港的一旦經濟受到制裁 評級下跌 又或者獨立關稅地位受動搖 香港國安法還沒取消 它就會牽連倫敦的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不能夠 其實不給英國的盟友 多少都要不看爭面 都要看罰面 所以如果從正路的角度來看 這個也是有相當大的好處的 不過 不過 這個當然是正路了 其實之後的後面 你可以看一下 印度也是追得很厲害的 印度兩家交易所加起來 都有四億多 這個其實不是比起 上交所和深交所加起來 差很遠 所以其實印度也追得上來 不過 深交所和上交所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是糖水滾糖的 都是吸納內地的資金的 而香港交易所 就是吸納了很多外面的資金 以及可以將人民幣國際化 一個很大的功效 這個稍後可以再講 好了 其次就要講講香港金融業的地位 原來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引述 它引述中國內地銀行的報告 在過去這麼多年裡面 中國的跨境借貸裡面 原來是有2.2兆美元 跨境貸款 有接近一半 就是一兆 是來自香港的融資的 那就是 他們的其他融資地區 有些是在上海 有些是在深圳 有些是新加坡 有些是紐約 倫敦 但是呢 有一半 接近50%是來自香港的 而在 銀行的根據地 香港擁有了 416家中資銀行 澳門有47家 排第二 那麼 19家是新加坡 16家是紐約 14家是倫敦 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原來境外人民幣離岸服務 離岸的人民幣兌現 75%是來自香港的 其他 不同的散負都有 新加坡也是佔幾個% 所以香港在中國的 對外窗口這個地位 是不可動搖的 所以除了交易所以外 我講整個金融業 是不可動搖的 所以目前有些人說 香港是不重要的 香港是沒用的 其實不是的 香港在過去那百多年來 金融業也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乎根據歷史學的考證 在中國的地區 整個中國地區 第一間 是發行現代鈔票的銀行 叫做Canton Bank 廣東銀行 都是在香港開埠之前的 鷹商在香港建立的 所以這個是 帶動整個中國的銀行業 金融業現代化的很重要作用 後來更加黃倫 炸彈銀行和匯豐銀行 在香港開設總部 這些就此為後話了 不詳細講 但是呢 試一下從另外一個角度去講這個問題 另外一個角度去講這個問題 就是如果它收購了輪交所之後 你看一下輪交所的收入結構 香港交所的收入結構呢 它是接近1.5億 10億歐羅 那麼呢 在裡面呢 有接近90% 其實都是來自香港本地的 但是香港本地 因為香港是一個開放國際金融市場 它所謂香港本地呢 其實就是有很多就是 就是外國的大行 Big Four 或者瑞銀 這個的 荷銀 德銀發興 那麼他們就在香港的交易 在香港買賣它的股票 那麼還有更多是一些本地的公司 或者是散戶 所以它這裡呢 其實這一部分呢 就反映了它的國際化了 本身 那麼 同時間呢 有一部分是來自英國的 但是你看看英國倫敦的交易所 它一半多一些是來自倫敦的 來自英國的 但是它來自意大利的有很多 來自美國的 香港的來自美國就算了到香港本地 因為他們只要任何公司 香港開始分公司 然後在香港進行交易 都當作是香港本地的 但是 就是它相對來講 歐洲的其他地方 譬如說法國、意大利 那麼香港是相對來講 投資比例是比較少一些 如果兩個交易所合併 其實就是將歐洲大陸的資金 比較有效率地吸進來這裡 同時間將香港的內地的資金 內地的錢 就帶去倫敦島 那麼這個幫中國走出來走進去 也有很大的幫助 那麼這是不言而遇的 但是呢 這是免的事情 底的事情 就要討論了 其實這件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 為什麼不可能成功呢? 就是不要說是香港 原來回一看 因為在2017年 2017年 德國的證券交易所 是意圖收購倫敦證券交易所 也會觸招的 歐盟最後是反對了的 因為這個對歐盟來說有機會造成壟斷了 太大了 Too big to be fair 那麼這麼大的時期呢 政府又覺得它風險很高 難以監管 其次就是 2014年 中國的財團 重慶財金 向芝加哥交易所進行收購 都是被拒絕了的 因為 涉及到中資嘛 剛才說過了 連歐洲的資金要收購倫敦 都是不成功 近黃倫是中資 那麼現在呢 就是 港交所 其實政府是大普通 政府持有6%的股份 那麼這個政府持有6%的股份來講呢 它有一半的董事都由香港政府委任 那麼這個就是歐洲人必然會提防到 喂 那麼其實就是受中國控制的 如果一旦被他收購了的話呢 就是很多重大的決策都要聽命於 香港政府 而香港政府背後就是中國政府了 那麼這個事情是相當擔心的 那麼這裡是資料講的 2017年 歐盟是阻止了德意志交易所和倫敦交易所的結盟合併 2012年呢 歐盟也否決了德意志交易所 以及紐約的泛歐交易所的合併 理由也是反壟斷 那麼2011年 倫敦證券交易所 同意跟加拿大的一個金融集團合併 那麼這個 是可以的 那麼原因是什麼呢? 它的規模比較小很多 正如廣交所前幾年是收購倫敦的金屬交易所 也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它夠小嘛 如果當你夠大 就是倫敦交所這麼大的 德意志這麼大的 它就會不給的 那麼這是2011年 澳洲政府也否決了新加坡交易所 對澳洲 澳洲其實是小的 但是他也擔心新加坡人控制的 是不是? 那麼 這個金融是本國的命脈 一旦受外人控制了 他們的國家是擔憂會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問題 所以新加坡政府控制的新加坡交易所 不過要收購澳洲 也是被拒絕的 那麼 近黃倫呢 其實這次的收購呢 就是它的現金交易的比例實在太低了 它只是三分之一的 是用現金 其他都是用舊股新股去換的而已 所以這個 新聞出來了之後 在英國 就說 Don't kidding me 香港交易所 它用了Don't kidding me 你不要再搞笑了 是不是? 你這個收購是 毫不吸引 結果它的股價 當然了 就是輪交所 一開始就炒了輪的 但是現在也回來了 升幅也不少 但是呢 講交所 今天就跌了 跌了3%多 因為 你出來了之後 其實證明 根本是不可能做到這件事情的 那麼你不可能做到這件事情的時期 我稍微修正一下 它不是 不是升了23%的輪交所 是它的 就是股價的日幅 是達到它們的出價的 就是 23% 才對 就是講交所的出價 是高於它們的 估值 23% 但是也是做不到的 因為你的現金交易太小了 所以一般呢 倫敦交易所的持股比例其實就很少了 而它們的現金出價 我再修正一次 它們是每股出價的現金支付 是不足25% 是連四分之一都不到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毫無誠意的收購 如果在這個時候 中美貿易戰這麼緊張的時候 港交所提出的這件事情是一個戰略的考慮 這個我也可以理解 是一個突破圍堵 但是你的出價又不吸引 當然這是第一輪出價 之後可能要談到吸引的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過去的歷史經驗證明 否決的機會大於一切 如果否決的機會大於一切 就是港交所的錢就花了 收購你也要錢 你要請會計的 是不是? 你要請很多人去核賬 去處理的 那麼你花很多錢 而給市場有一些期望 如果最後又做不到 你港交所的股價是會因此而受影響的 那麼我作為港交所的股東 我是要表示抗議的 更重要的就是在回歸初年 其實這件事情我們香港人都記憶猶新 當年的新加坡電信 是有意收購大東電報旗下的香港電信 最後其實傳聞李澤佳出手 就是因為政府和北京擔憂 香港的電信業是被控制的 而最後作出否決 而找了李澤佳出來 當然這件事情是不自可否的 我也不是百分之百相信的 因為其實香港後來的電信業也開放了 那麼SmartTone CXL 這些很多外資的成分在裡面 更忘了三 是不是? 三其實就是 雖然李嘉誠控制而已 但是也是半個外資 你可以這麼理解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是不是真的呢? 當然不能夠確定 不過呢 就能夠說明到這件事情 金融、電信 即使是歐洲這些國家 都會視之為 是國家的 國防生死的命物 Anyway 今天講到這裡了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以支持的記得按一下小鐘 拜拜